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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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裡為大家介紹 就是 在沒有我們系統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系統都可以快樂的升級到教導吧 那我們當我們在不能升到教導吧的狀況下 我們怎麼運用刮把 讓我們可以寫出比較簡潔好維護的程式這樣子 那 上面這是我的email 那如果會後有問題想討論的話 歡迎寄信到我的email 那我之前曾任職於中研院 還有特例的子公司 buyer and sellers link 那還有htc 那我現在任職於cosmos banking 那關於今天演講的sample code 都放到我的github 那上面是網址這樣 那 首先先跟大家說一下抱歉 我沒有考慮到說 黑底在這邊會投的不清楚這樣子 所以如果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話 會後麻煩就是 到我的github去看 去clone一下 然後看sauce code這樣子 對 抱歉這樣 那先介紹 開始我們今天的第一個tip 就是optional 在傳統上來講 就是Java 8以前 你如果譬如說你要find一個東西 那譬如說你要find一個object 那你find你有可能是找不到 那找不到我們通常會怎麼做 通常你就是在裡面回傳一個now 那或者是找得到我就直接回傳那個object 對於這個始作來講是相當單純 可是對呼叫者來講 他其實是就有一點困惑了 因為我知道你這個find 那假設我們現在是一個find 回傳是一個book 那呼叫者他其實他不曉得說 你這個book到底有沒有值 那保險起見他當然就是去判斷說 你book回傳的book是不是now 不是now的話我才對他做進一步的處理 那當然這樣是確保說 我不會系統運行不會有問題 可是當你每個都要做這個檢查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程式就變得有點繁瑣的樣子 而且這其實也很無聊 所以演變到後來我們其實大部分都會變成說 誒我呼叫者當我知道說 你這個回傳值可能是空的的時候 那我才做檢查 那我認為你不會是空的 我就直接教用你的功能 然後直接拿出來用 所以通常演變到後來就是 我們在測試或者production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拿到一個now point exception 才知道說原來這個可能是now 然後你就吃了一個buck 對 所以那guava他基本上 就提供一個optional這個class 他把你的回傳值把它包進去 那明確的跟呼叫者講說 我的return基本上就是一個optional 可有可無 那你教用我的 你必須要自己很明確的去確保說 你要去呼叫說expression 看說我的回傳值到底有沒有 那有的話你才可以去togglecat 拿到真的回傳值這樣子 你才可以拿他來做進一步的處理 那沒有的話你基本上就是沒有這樣子 所以這給一個回傳者 就是給呼叫者他一個很清楚的API的定義這樣子 那我們的第二個tip 基本上我們先來看一下 Functional programming Grava它在上面的支援這樣子 那基本上Functional programming它可以 大致上我們可以說它有三個基本的函式 那第一個是map 那基本上map我們可以簡單的把它想像成就是 我給你一個input 那你在裡面你處理 那你可以回傳給我一個相對應的output 那第二個基本的函式是filter的函式 那基本上就可以想像我給你一個input 那你在裡面做一些邏輯的判斷 那你回傳一個true force的value 那作為後續我們做過濾的依據這樣子 那第三個是reduce 基本上就是在一個collection裡面 然後我們去處理裡面的每個element 那最後傳為可以產生出那種組合的結果 然後做回傳子來回傳這樣子 那由於在Java 8以前 基本上我們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 我們基本上都是透過anonymous inner class來實作 那基本上這樣子是有點繁瑣 就是所以基本上Grava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官方文件它是建議說 就是我們如果沒有 就是你沒辦法得到好處的話 就是盡量不要用它 所以在reduce這個function 它基本上它也不提供相對應的實作 那至於map跟filter 它則有提供相對應的實作 因為它在其他方面 它其實還是有一些用處的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map跟filter在Grava上面的應用這樣子 那首先先來看到filter 那假設說我們想要去過濾 我們通常你想到過濾一個collection 你最常想到的就是 我可以透過db的faircondition 那我還可以來做過濾 這最簡單最快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你的faircondition 其實你可能因為你的資料太複雜 你沒辦法透過fair一次把它濾乾淨 所以你會有一段 譬如說你拿到db的初步過濾之後 你會程式再會有一個pulse filter 來做進一步的過濾 那這一些pulse filter 那假設說我們現在你就丟一個bookcollection給它 那你在pulse filter裡面 你可能會帶有一些其他的參數 那你又為了共用 因為你可能有不同的pulse filter的條件 那你想要共用 所以你這一些參數 可能是避填 可能是避填或非避填這樣子 那這種狀況下 就是通常我們就會判斷說 你帶的參數是不是有 那有的話我才真的拿來做filter 沒有的話我就忽略掉它 那最終來看說 你這一些filter的條件是不是都符合 符合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符合我的查詢條件這樣子 那基本上這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問題 可是當你的filter條件越來越多 那你這邊其實相對一點的查詢 你就要一直越來越擴張 然後你這就變得比較不好維護這樣子 那Wava的話 那我們怎麼處理這樣子 這一種case 基本上Wava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它的predicate 它是一個VAR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它的 我們在interface這邊透過一個VARC的predicate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 for each每個book的collection裡面的book 然後去用predicate來判斷說 我們先把這個predicate的collection 然後透過end把它組成一個end的predicate 那之後再透過每個book 然後我去判斷說這個book有沒有符合它的條件 那基本上很單純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book有沒有是符合條件還是沒有符合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條件再更多 基本上我們都是pred 這是一個VARC 你這邊你的始作完全不用再變動 所以你這完全不會依照 就算你的條件再多也沒有關係這樣子 可是相對應的就是 那我們怎麼來呼叫這個方學 那我們就要去升出predicate這個anonymous inner class 那升的過程中就有點繁複了 它的缺點就是這個 尤其是在我們沒有java8 lambda的狀況下 就是你必須要去把它的條件 透過anonymous inner class寫出來 那你看就是它的signify就是 你會相對應寫出比較多行在呼叫者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這個適用性就是取決於說 你這個pulse filter 你是不是你的參數多不多 還有你變動性大不大 來看適不適用這種的過濾極致這樣子 那如果你基本上參數很少 或者是你的變動性根本就沒有 那你基本上你也不需要用這種 就是來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另一個 FunctionProgramming的那個map 瓜法上面的應用 基本上它這個就超單純的 就是它map在瓜法上面它就是叫function 那基本上就是我給你一個input 那你給我一個output 那這裡的case是 範例是說我給你一個book 那你回傳一個price給我 那這個function就是叫getPrice 這個function這樣子 那在我們看這個 大家相信都會覺得說 欸靠我幹嘛這樣寫這樣子 有點偷固詞放屁 就是可以撩鋼的感覺 就是我直接一行book.cap price 就解決我幹嘛還透過寫一個function 然後好幾行才能拿到它的price這樣子 就是有點無意義這樣子 所以瓜法它基本上官方的文件上 他也建議說就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就是我們不要為了用而用 因為在Java 8以前我們沒有lambda 那基本上你每個functional 你都必須要寫得像這樣這麼多行 所以他建議是說 在你正常狀況下 你應該用你原本的寫法 那除非你能夠確定說 你透過functional programming 真的可以讓你得到效益 你程式碼可以減少 或者是你可以讓你的程式更好維護之類的 那你才用這一種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方式 不然你應該用你原本的方式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說 就是我們function 兩個function基本的函數介紹 那我們來看怎麼串接這些function 然後來達到我們目標 那接下來看第四個tip 是fluent iterable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延續剛才的條件 就是我現在譬如說我想要列出所有書籍的title 那這裡我包含的是 我包含一些過濾的條件 那同樣的是我們 抱歉 就是我們包含一些過濾條件 那這裡過濾條件就是 我符合的話 那我才會把你的book的title 丟到我的returned collection裡面過去 那這基本上也是一個相當簡單的實作 很直覺啦 那在guava 我們運用guava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可以把它變成一行這樣串接的方式 把它解決掉 那基本上就是 我透過fluent iterable 那我指定說 我的farm 我把我的book collection丟進去 那我filter 我就把我的參數predicate collection丟進去 然後在transform的時候 那我知道說 欸我想要拿到book的title 那我基本上就是把我這個function丟進去 那最後就可以to list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title的collection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透過這樣子 我們就在實作這邊 我們就相對好寫 可是同樣的問題就是說 欸我們在呼叫者這邊 我必須要 我就是在呼叫者這邊 我們必須要predicate 我必須要寫它的匿名實作 那在這個transform的function 我們當然是可以透過把這個 這個function把它抽到一個function factory 就是外部的一個class 然後透過factory 然後來拿到它的實作 可是這一切都取決於說 這樣子對你的程式碼 到底有沒有達成更簡潔的 你可以簡化你程式碼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不建議 如果有的話 那我們這樣做就很適合 譬如說你假設你不只在這邊用 在bb你也可以用到這些function 那你就很適合用這樣子的寫法這樣子 那接下來看到第五個tip 是martin map 在很多時候 假設我們有一個collection 我們有時候會希望說 對一個collection做grouping 分群的動作 那分群當然就是 有個key 然後它這個key 它對應的底下 會有這個群組裡面的每個element這樣子 那在傳統上 我們可能 譬如說我就訂一個hashmap 那去判斷for each每個book 然後去看它的 譬如說我要針對publish 來做分群這樣子 那我就去看說 你先get 那看看有沒有這個collection 有沒有存在 不存在的話我就幫你new出來 然後幫你put進去 然後再幫你add這個book到這個collection裡面去 那這個也是相當直覺的 在java 8直覺的實作這樣子 那透過guava 我們怎麼讓我們更簡潔的來實作這個 這邊我們就是 就是這有 guava提供一個martinmaps這個 function 那它基本上 它可以透過index 然後我把bookcollection當參數 然後另外提供一個function 這個就是說 我提供說 getpublish這個function 提供給它 那它自然而來 它就會幫我轉出一個listmartinmap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為什麼不是list的book這樣子 那基本上它隱含的就是listmartinmap 它基本上隱含就是我丟一個key給你 那你基本上return就是一個list的book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用它基本上是 對於呼叫者來講 你用它其實跟前面的map的實作是完全一樣的 那你程式買得更簡潔 像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可以用functional的方式 然後來達到我們程式的簡化這樣子 那第六個tip是ordering 就是我們常常會寫在 譬如說要比較啊 你要排序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提供一些ordering的判斷 那譬如說我們comparative 我們在比較兩個物件 是不是它的優先順序的時候 我們要比較它裡面的不同的變數 那假設你要比較的變數很多 那某些變數它可能是空的 它或者是你想要它是ascending或descending 其實這些變化很多 那你為了處理這些 那你其實你就會有一些 是不是is now not now的判斷 然後還要處理說它是descending ascending 然後你要去處理這些 那其實你的排序其實相對容易容易出錯 而且看起來相當繁瑣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運用Guava的ordering 其實我就可以一樣有一個ordering的factory 那透過這個factory我去指定說 ordering 然後我跟你講說nature 就是我用ascending的排序方式 然後我去指定說 如果你是now的話 now list 那就是你now排在最後面 然後最後就是on result of 就是我提供你一個function 你這是根據哪一個欄位來做排序的這樣子 那我這裡就可以有兩個ordering的comparable 然後在這邊我們在實作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compound的方式 把兩個ordering組起來 然後來做排序這樣子 那這其實對於寫 利用ordering的方式 其實可以讓你的程式更好回物 而且比較不會容易出錯 因為畢竟你還要處理 他有時候是now 你有時候處理不好 你就now point exception 或者是你產生 你要ascending 然後你沒寫好 變 descending之類的 那接下來看第七個tip 是comparison chain 他comparison chain 基本上就是跟前面的ordering很類似 不過他也是我們可以用前面是ordering 他是透過compound的方式來去把那個ordering組起來 那comparison chain 基本上就是我們直接可以把它整個直接一起串在一起這樣子 那他基本上就是我們在comparable裡面 就是你會去override他的compare to 那在這邊我們每個compare的 在chain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一樣是提供傳統的 就是我哪兩個變數要比 那假設你這個變數 你有自己一些額外的ordering的判斷的話 那你可以提供你一些comparator的一些方式 譬如說我一樣是nature 然後nownless 那基本上我就可以在這邊透過這個把它串起來 然後最後拿出他的結果這樣子 相對於我們傳統的寫法 這一種就是比較好 比較簡單明瞭 而且比較好維護 比較不會出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今天最後一個tip 就是listenable future 在傳統上我們因為現在我們基本上都是multi code 然後我們希望把我們的一個主機的資源做最大化的利用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希望說我們的城市是可以 用非同步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有些工作他可能是譬如說 他可能是要去撈 可能有一些Io的job 然後他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或者是他要去打別的service 然後他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們不希望說我們multi code 因為這一些事情 然後被stuck在那邊 你要等他的response 你才可以繼續往下做 所以我們會希望用非同步的方式來處理 那在傳統方式以前啊 我們可能會透過直接new一個thread 然後來去做這些非同步的處理 那在java5他基本上我們有提供executor service 那基本上透過executor service 我們可以把每一個job 把它submit給他 那基本上他會回傳一個future 那這個future就是基本上就是 他處理 當他處理完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future.get 去拿到他處理完後的結果 可是這種方式啊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透過future.get 你去拿的時候 假設說他還沒處理完 那你的mathread 你還是會被block 你會被block在那邊 你必須要等到他處理完 給你回傳職之後 你才可以繼續往下做 所以在這種狀態下 我們不希望 因為我們不希望 我們mathread被block住 所以我們通常 你可能會用 譬如說timeout的機制 那又或者是說 我就去檢查說 你是不是結束了 我透過future 來判斷說 你是不是結束了 如果結束我才真的去呼叫你的get 那我確保說 我不會 某個mathread 不會被你block住 可是其實你不管 你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這些其實都跟你的 核心的業務邏輯 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只是讓你的程式 複雜化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Groava他提出來的就是 我們可以用listenablefuture 那基本上在這裡 他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個 就是他在這裡 透過decorator 然後產生出listenable executor service 那我們同樣是把一個job 把它審命給他 那這時候我們拿到的 會變成是一個listenablefuture 那我們可以幫這個listenablefuture 註冊一個callback 那這個callback 我們藉由override他的 success跟failure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 直接在裡面指定說 我成功的話 我做什麼事 我失敗做什麼事 那接下來我們就下面 繼續處理其他邏輯 那你不用再去說 我還要去看說 他完成了沒 然後他成功失敗 你都不用管 他完成了他自己會叫你 他失敗了他也會叫你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程式 專注在你核心業務邏輯的部分 你不用去處理一些 跟那個程式五官的東西 業務邏輯五官的東西上面 那基本上 這一些啊 就是我今天講的這一些tip 基本上在java 8裡面都涵蓋 那我們主要是 提供這些主要是 給你們 如果在java 沒辦法升到java 8的環境下 那我們可以怎麼好好的運用它 那如果當然你升到java 8 建議的話 當然還是用java 8內建的 來取代java 因為畢竟他是 他是整個核心的 而且java 8也是建議 官方也是建議這樣做這樣子 所以 今天我的介紹帶給大家 請